你好 阿凱, 差點忘記了 這裡是天津鳳凰開發區 第一期的尾數和第二期的訂金 要不你特地拿上來 我叫阿嬸上你的公司拿就行了 不要緊, 反正我也過來了 而且這兩筆數目共大 早點存在銀行, 可以早點收息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麼衣服 我們不用花太多人力物力去追錢 其實我今天來是想問問你們 對於我們貴士讀在杭州西湖邊 建造酒店的工程 有沒有興趣去承包這個建築材料來做 我跟阿凱看過你的計劃書 在杭州建一間高級酒店 不簡單的 我們已經計算過了 可能會背不起這單工程 是啊, 你的計劃書 說在杭州建一個三十層的高級酒店 如果只是浴室那些東西就沒問題 但是你說要玻璃幕牆 我們不是太熟悉的, 我怕背不起 其實你不需要自己生產的 可以跟外國公司下訂單也可以 坦白說, 阿楠 如果我們自己有生產線的話 控制成本當然沒問題 但是要跟人訂的 那資金周轉方面就會有困難 這間酒店是我跟子浩一起負責的 或者我們在第一期的訂金下多些 那你們就不用太吃力了 那如果資金夠的, 可能有得做的 好, 但是子浩未必肯制的 那這層問題應該不大 其實子浩在拿督的爸爸 和其他董事面前都推薦你們四海 是嗎 是, 你們四海在天中鳳王開發區的工程上 給我們歸市信心 所以我想在西湖那邊的酒店 我們應該合作愉快 當然這麼忙 不過還有很多細節的問題 我們要慢慢考慮一下 好 阿嬸, 這麼晚還不走?這麼勤奮 通常都是最高級的最遲下班的 都這麼晚了, 他們三個還在談甚麼 在談西湖那件事 西湖? Nella, 這份規劃書 我看了三次了 有問題的那些我替耍了 這個項目有甚麼棘手 這兩天晚上阿華都好像很煩 最棘手就是四海資金不夠 有問題的, 你們可以隨時托我 好 阿海, 阿楠 細馬 老婆, 你說去外母呢? 我特地上來找你 和我回去跟媽媽吃飯 你兩夫妻真是幸福 你甚麼事沒我們呢? 你也在好事 阿楠, 一起上人吃飯 不要了, 我約了人了 阿楠, 你懂得做點, 人家人有約 好, 那就叫阿敏來 海哥 人家想贏世界 阿楠, 我們不做電腦膽, 你先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 拜託你了, 人家每個人一相一對 你快點接蓉太太回來 你一枝公在那裡 你那些循規道舉的男人 一個人在那裡有甚麼好處 對了, 知道你跟那個超域的恩愛了 不用說了 阿楠, 我先跟你談一下那個項目 阿楠, 回到那裡吃飯, 你在談甚麼 你先坐一會 阿楠, 西門這個項目我們一定要做的 一定會賺錢的 我這麼大個頭就沒帶你這麼大的帽 你不要忘記 我們天津還有一家工程正在跟著 阿楠, 我們開公司一定要賺錢 現在的錢送上門 難道你這樣就不做了 那你說, 我們公司哪兒賺這麼多資金 你接這麼多單工程 就算沒有資金 最多就是去銀行按一間公司 這樣才是做生意的方法 按一間公司?太過冒險了 阿楠, 你一輩子做生意都這麼保守 要是給我, 我連三多按一切 明知道是賺錢的 你怎麼這樣, 怎麼按三多 我吃叉燒大的, 不行 你懂甚麼? 做生意就要膽大心 明知道賺錢的 最多是專心看著他 那就做得到 你這個膽子太大了 所以你上次才... 老公, 做生意不是說很薄 就一定會賺的 你說到哪裡了? 我們現在跟誰做事? 跟龜氏集團做事? 人家財王勢大, 我們怕甚麼? 況且子豪又幫我們了 全家裡都知道子豪壞的 你還說他幫我們? 老公, 你小心點他 老婆, 你說到哪裡了? 你有甚麼要小心不小心? 如果只要害我們 上次的項目就已經害了我們了 那就知道這個人公事公辦 有錢就開眼了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阿楠 為甚麼這麼說? 當然了 阿楠這個人從小到大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最大的打擊就是得不到阿鬼 所以我認為... 甚麼?現在就去跟小米在一起了 你懂甚麼? 男人越是得不到的東西就越貴 所以你要小心他 那你真有趣 你又叫海哥小心阿楠 你又說叫他躺身做生意 那到底怎麼樣? 你們清醒一點 我們現在跟龜氏做生意 就算沒有了阿楠, 還有子豪 好了...不要再爭辯了 至於我五安三多, 讓我考慮一下 老公, 這陣子佩佩的成績好多了 都說多單靜姐姐 阿靖, 謝謝你 不用你幫我佩佩補習 別這麼說 我反正都是你跟阿樂樂補習 阿靖真是不能說 他自己放假也跑上來跟阿樂樂補習 是呀 他放假, 最擅長他做義工 哪兒訂他呢 放大價為甚麼不到處去兩家 我本來約了好朋友 說去大陸玩幾天的 誰知道突然說不行 那我去不醒了 大陸, 你為甚麼不想想美 歐洲那些 那又不是這麼說 大陸也有很多風景名勝 值得去看看 是呀, 正所謂生在蘇州 食在廣州, 住在杭州 杭州的風景很厲害 是呀, 可是住是一般 我跟阿琴都住過了, 真是害怕 暖住不行 其實去旅行呢 應該找五星級酒店住來享受吧 是呀 如果好運, 杭州西湖都到 不用多久 歸時會建一間五星級的大酒店 是呀 是呀 四海可能會承包所有建築材料 是呀 那四海豈不是發彈 是呀 不過鄧家雞見水 有得看就沒得喝 是呀 是呀 四海哪有這麼大資金做這個項目 不是呀, 四海一向都實力洪厚 現在做生意很多人都向銀行借錢 最重要是看看你有沒有抵押 是呀 這次是否知不知得成 就要看看阿海的決定英明 原來他整晚騎樓吹風 就是想清醒點想清楚這件事 阿海 阿海 善意 在想公司的事嗎 是呀 我聽阿華說 說歸時要給你們一宗大工程 承包 是呀, 我也在考慮 不夠資金吧 阿華的意思是想分身接這宗工程 那你呢 其實我對這宗工程也有信心 不過如果接的話, 就要按三刀 那就不僅是我一個人去冒險 要全家人跟我一起冒險的 傻瓜 我跟叉燒餅這麼大年紀了 兒子每個都長大了 店舖是你的, 你自己想自己就行了 是呀, 但是三刀養大我的 始終有一份感情的 我不想拿三刀去搏 那還是家案 而且這宗生意不一定會虧的 但是做生意始終有風險的嘛 但是你現在這麼年輕 有機會也不去搏 當然要試試 你也贊成我按三刀 按三刀不按三刀呢 你不應該跟我商量 應該跟你老婆商量 韃哥, 展姨, 吃雪糕糯米池 來 出來吧, 出來吃雪糯糯米池 老婆, 來, 給你… 你不要罷我吃兩個, 分過來, 快點 我吃那個 叫你不要吃, 給你一個 你不用 阿姑, 我們兩份吧 不用了, 我跟容媽兩份 你自己吃吧 不用了, 我不去, 我吃不完 我夠了, 我要減肥 那你們有沒有人要 沒有了, 我們有了 阿姑, 教好你也好 一人吃兩個 你們這樣也很羨慕 當然是兩個人一起吃 才溫馨甜蜜的嘛 現在線路繁忙, 請你遲些再打過來 來吧 容向海 阿龜, 我還想打電話給你 剛才那個電話又不通了 容向海, 你真厲害 既然把女人藏在酒店裡 你也算是吃膽包 我告訴你, 你老婆不在身邊 你還要搞三、搞四 還把女人藏在酒店裡 打算隨事就手 你真是不知廉恥 現在是正確確在, 你不用抵賴了 你也對得了你老婆 我看你老婆對你一心一意 這麼信賴你 你竟然把女人藏在床上裡 你忍著被淚劈 你是不是打錯電話了 你貴姓 媽媽, 阿貴呢? 不用叫她了, 她睡了就休了她 沒甚麼特別事 我明天再打電話給她 媽媽, 晚了, 不妨礙你睡了 再見 莫名其妙 說我把女人藏在床上 每天都做到金晶火眼 回來也搭上床睡了 就算有女人送上門也不要 老公, 是不是送上門也不要 老婆, 你來了嗎? 你不敢找些東西玩嗎? 當然, 就玩了, 行不行? 你說呢? 當然行 老婆, 我警告你了 下次別再找些東西玩了 古靈精怪, 被你嚇死了 老公, 為甚麼你總是不懂得欣賞老婆的情趣 這不是情趣, 是驚嚇 你老公嚇破膽你就知道後悔了 那就好, 嚇破膽就不會生膽實 正經一點好不好 好…正經一點 容先生, 你昨晚不是說 有些很正經的事要跟我商量嗎 現在我這麼正經的樣子 可以聊些正經的事嗎 是這樣的, 歸事有另一宗工程 想找我們四海做 但是如果接這宗工程呢 我們就不夠資金 要按了公司和三多才夠 那你說, 搶不搶得了 搶 你想也沒想就說搶了 你不知道嗎 你老婆一向做事都是憑直覺的 當初決定嫁給你也是這樣 做生意怎麼跟老婆大人一樣 你傻了嗎 那你跟一個傻人商量 你豈不是更傻 你是我老婆, 我當然要跟你商量 這次工程是關乎我們以後的 身家性命財產的 正經一點再回答一次 老公, 你也會說是關乎我們將來的 那你聽著 無論以後你住豪宅還是露宅 我也會跟著你的 那真是幫不幫, 老婆大人 老公大人, 你真是很煩 不如這樣, 責小錢決定 三多的叉辣真是這番好吃 既然如此, 多吃一碗, 多吃一碗 他正在吃第三碗 好吃也不吃得太多 賺爆他的胃子嗎 阿嫂, 你放心吧 我這個是橡筋胃, 吃也不會爆 其實我恨吃三多的叉燒 恨了很久了 現在回到香港, 當然要吃夠了 多吃得是福 吃得是福, 你隨便吃吧 阿貴是我三多的叉燒 最佳是捧場客 只有他, 又是捧場客嗎 我們這些人不捧場客嗎 不過你這個臭小子 你喜歡吃就自己下去斬吧 阿妹, 等等, 阿妹 收到 在廚房裡有, 我斬給你吃 阿貴, 你不說不說 我又回來了, 嚇我們一怕 這叫驚喜, 這樣才有情趣的, 老爸 不過可惜了, 我這個木毒海 也不懂得欣賞我這種情趣的 拜託你, 高碧桂 你做事一向都回答 海哥跟著你回答就交給你回答 有點疼 你又亂動了, 吃東西 阿貴, 以後回來 不要跟阿海分開了 要兩地相思這麼慘 其實兩夫妻的事 久別正身分是挺開心的 你是想魂姐跟你分開頂了 是不是, 靖哥 不要打小木 我頸渴吧 頸渴吧 行, 給你喝酒 別玩了, 阿福, 你真是壞 你近日身體好嗎 阿貴, 我身體沒事, 你不用擔心 只要你不生氣阿貴, 阿貴就窩了 其實從頭到尾, 我都沒生氣過你 整件事都不關你的事 那個妹妹搞出這麼大的事 我始終是過意不去的 阿貴, 你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裡 否則我和阿海都會不安心 還有, 你自己就不要這麼粗魯 要多點保重 阿貴有分數了 阿敏, 這裡就是你的王國嗎 是呀, 真是失禮了, 又亂又髒 不是呀, 你身上任已經算不錯了 其實我第一天上班就已經要搏殺了 也沒時間收拾東西 又要忙拍拖, 更加沒時間了 是不是連你也笑我阿貴 你顧著說 連我送給你這份禮物都沒拆 很適合這間房間的 其實你怎麼這麼客氣呢 見到你, 我已經很開心了 還要買禮物 你打開來看看喜不喜歡 好漂亮 想弄我就送給你了 至於你和阿楠的同招呢 我幫不了你 唯有靠你自己放進去 謝謝你, 阿貴 應該請我吃飯吧 沒問題, 我反正約了阿楠 不如一起去吧 那要去一間最貴的餐廳吃才行 你怎麼不找一間有戲剪燈的餐廳才來 坐得人的腰骨都痛了 大小姐 我早就要她留在家裡 不要左騰右騰的 那整天在家裡好像坐牢一樣 你想悶死人嗎 請問兩個小姐是不是很圓 龜先生已經訂了桌子了 龜先生已經在這邊了 不是這位龜先生 去廁所 請問哪位龜先生 龜阿楠 麻煩姐姐 這麼巧, 真是天無雙 請這邊 謝謝 龜先生, 我等到你了 你怎麼去廁所 你怎麼去廁所呢 現在不急了 阿楠來了 阿楠, 你了 謝謝 阿楠, 阿敏 阿楠, 今天想吃甚麼 我去打招呼吧 我去打招呼吧 嗨, 這麼巧 我去打招呼吧 阿楠, 你怎麼去打招呼吧 阿楠, 你怎麼去打招呼吧 昨天啊 不妨礙你們了, 遲些聊聊 我去打招呼吧 阿楠 你現在跟阿楠很熟嗎 阿楠 阿楠 阿楠也是的 新鞋舊鞋放在一起 你說甚麼 那現在不是嗎 那隻大眼雞魚就是你的舊鞋 那個母子生的那個就是阿楠的舊鞋 阿楠 美美, 你成熟一點可不可以 這麼小雞毛蒜肥的事 你也要照顧別人 有甚麼作為 幹甚麼 那你現在算是照顧我了 那你又有甚麼作為 對了, 別騙了, 我就有胃痛了 你再不吃東西, 我就真的胃痛了 吃東西吧 雖然你們正將被電的玻璃幕牆 是算用厚玻璃 但是有時候玻璃的厚度相差兩三分的話 就沒有辦法阻止到濕氣 在窗外形成水珠 到時候窗外面所有風景都看不清楚 你應該曾經有一件忠師因為這樣 而被業主控告 最後還因為賠償而倒閉 所以... 夠了...我想知道是這麼多 你可以把這份報告燒掉 也不需要告訴別人 我們公司委堂這公司跟我們做調查 沒問題, 我們會絕對保密的 謝謝你 你可以先坐 好 老公 知道 怎麼樣 關於整包西湖酒店的建築材料 我看過了 那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可以隨時約阿凱他們上來簽 好 好 我剛剛想起一件事 我們酒店每間房都是面向西湖的 而我們的賣點也標榜著每個房間 都可以坐在西湖的美景 我想起一件事 我想在合約那裡寫建築好酒店之後 每間房的景觀都要清晰 每間房的景觀都要清晰 你說沒問題 沒問題 這部電影挺好看的 發光做得不錯 現在看他以前的電影 也覺得他很有明星風彩 是啊, 以前的演員真的很有魅力 我小時候 姑媽經常帶我去看電影 說我會撐大眼看著銀幕 眼都不眨 難怪你的眼睛這麼大 原來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你是不是要笑我? 好吧, 姑媽說請你吃飯 我叫她不要與你 我說笑而已, 你別生氣 不是每個人有機會聽我說笑的 對了, 為甚麼姑媽這麼好 會請我吃飯呢? 她說你喜歡吃辣的東西 特地學煮咖喱蟹煲 和川椒雞給你吃的 你知道你最近多忙 多難才約你看電影 姑媽和爸爸都很想念你 是你爸爸還是你想念我? 我沒空想念你 如果你想念我 我可以整晚坐定定 讓你看到天亮的 真是你這麼瘋 二官, 懶得叫你馬上回去見他 你現在在哪裡? 是不是和石小姐拍拖? 你跟拿當的爸爸說 說我跟他一起吃飯, 快回來 就這樣吧, 比你 怎麼了? 沒事 是不是有點冷, 覺得不舒服 不如我先送你回家 不用了 可能或者說自己先回去吧 怎麼了? 為甚麼突然變得這麼不開心 沒有 是不是生我將來跟拿當爸爸說 說我跟客人吃飯呢? 其實有很多人當我見朋友和客人一樣 都是應酬的嘛 沒甚麼大不了的 阿敏 真的不要緊 或者你想認識更多不同階層的朋友 抗扶你的生活圈子嘛 你為甚麼這麼說 你知道我不是這種人嘛 我和你拍拖之後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很開心你當我是你家的一份子 到時候我也想一樣對你 其實我想過很多次 想帶你回家吃一頓飯 但我怕咪咪見到你之後 又不知道會說甚麼話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想不想見到子豪 還有我拿多個爸爸的脾氣 你也知道的 所以我一直不敢向你提出 我怕他們會令你不開心 兩個人拍拖 不過不是應該開心和不開心的事 都可以一起分享的嗎 阿敏, 你可不可以接受我的邀請 在今天星期六晚 以我女朋友的身分 和我家人吃頓飯 爸爸, 二老鬼閉眼, 撞邪 妹妹, 你怎麼可以這樣就你二老呢 爸爸, 我在外面, 廳裡找到的 你看看 你二老拍拖而已 那些照片好像偷拍的 張張也沒有黃鏡頭 你看看, 是呀 爸爸, 你是不是白內障 還是沒眼看 你看看, 二老跟大眼雞魚拍拖 人如戀 妹妹, 那個是你二老的女朋友 無論如何, 阿敏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 是你給你的 爸爸, 你是不是完直了 人家戴著肚子 找到這樣的秘密給你獻譜 你也不稱讚別人 秘甚麼秘密, 我叫人去拍的 我知道的 你不要經常針對二老 你罵人拿到胃抽筋 二老抬你去醫院 是不是你爸爸也不幫你 閉嘴, 我教女兒你在這裡哩下鬆降 但是這樣, 爸爸 那條大眼雞魚 以前跟紫浩拍過拖 別指望, 想摟著腳進我們家裡 爸爸, 是你叫紫浩查他們的 紫浩做大事的 不會理你這種濕性的事 他沒說過半句 算他了 爸爸, 那你早知道他們兩個拍拖 為甚麼不拆散他們 讓他們這麼嚴重 賤甚麼銀子, 男人玩女人就是玩車 玩厭了就丟了 但是我拿到, 阿楠這個人有規有矩 他跟阿敏是認真的 認真的又怎麼樣 他留下是我龜靈高的血 不會做這麼笨的事 爸爸, 如果他真的帶一條大眼雞魚回來 我不會叫他二嫂的 他這樣帶回來, 我一掌打死他 他不敢跟我說真是個瘋子 他一天不揭底牌, 我一天不拆穿他 當沒見感事, 玩完他就丟了 你爺爺教下的 爸爸, 你真是心藏不露, 心不可測 不是你猜的 進來吧 爸爸, 你找到甚麼事 剛才有事, 遲到回來就沒事 事給他早上做了 現在真的沒你的事了, 出去吧 爸爸, 我有些事想問問你 甚麼事 今個星期六晚, 你有空嗎 我想帶阿敏回家跟你吃頓飯 爹地, 二老開牌, 大你 是甚麼你想的女孩子 爸爸, 你… 我甚麼, 第一次嗎 找私家偵探拍的, 怎麼樣 還不替我吃飯 替我 那你愛不愛這些女孩子? 愛 我還帶你回來? 我這種脾氣馬一掌打死她 那我爸爸… 不用爸爸了 你要玩就玩, 家裡有很多錢 玩得你死的也有 替我吃飯? 甚麼新屍蘿蔔皮? 大小子 我真的很喜歡阿敏 喜歡是怎樣? 像飛姨一樣 一輩子做阿姨, 死了就不上神台 如果你真的喜歡他 你就不要一輩子都不能見光 阿敏, 你好好的玩完就丟了 爸爸丟了很多錢在你的袋子 多放我, 爸爸 爸爸是甚麼?出去 出去吧, 爸爸叫你出去的 走吧 力度合不合? 大力一點 好 還是你乖 阿敏, 你過來看看 這套衣服剛才我看過了 那個款式適合你, 顏色又大方 你看喜不喜歡 好漂亮, 阿桂你真會選擇 好, 快去嘗嘗它 怎麼樣, 阿桂 不錯 到時候就配上一套名貴首飾 加上一雙鑽石耳環 簡直就完美 你放心, 說到名貴首飾 應該由阿桂寫給你, 對吧 謝謝你, 阿桂 別客氣了 其實沒有一套一套名貴首飾 出去見人 很難給人家一個好印象 你知道, 尤其是那些有錢人 一定有一點…不得的 那時候呢, 阿桂見你的時候 他對你的印象是怎樣 其實說真的, 他不喜歡我 你知道我這個人又直又硬 他不喜歡, 像大天大廢一樣 也很難有人看得到我順眼 不過我和阿楠真的不配 那時候我只是打算用他們去擊阿凱 不過幸好阿凱沒有爸爸 否則我也很難打得出 不過你放心 你這麼好人, 阿楠又這麼好人 你們兩個一定能當成貓公仔 謝謝你, 貴 別客氣了 記住, 到時候千萬別這麼緊張 最重要是多一點笑容 你笑起來又溫柔又大方, 很好看的 阿督太太, 你真的回來了嗎 你們沒有跟別人說的嘛 沒有, 你叫我們守秘密的 我們不會這麼口疏的 不過幸好你告訴阿姐 晚上有甚麼事發生的時候 我說話也有個目標嘛 現在見你們, 我才笑得出 這幾個月才過得很深 不開心的事要看開一點嘛 為甚麼突然回來了 我知道了 當然是找阿拿督做六國大風箱 我老公的事, 我現在不管他了 由他怎麼樣 我這次來是關心我兒子 和他女朋友的事 你有線眼嗎?你知道兒子拍拖嗎 兒子拍拖這麼大的事 我怎麼可以不參與呢 你看看 這個女孩子的樣子挺漂亮 還很順 但他的性格又不知道怎麼樣 這次你放心也行 阿敏是一個好女孩子 這次阿南沒有選錯了 他爸爸是叉燒餅的梳塘親戚 也很有家教, 他很乖 是呀 不過我聽說呢 他是那個妹妹老公的前度女友 這是以前的事 現在甚麼年代 你不是這樣也介意嗎 這件事我就不介意 不過我知道那個子豪 很識討拿督寬心 我怕他們還偶斷思念 到時候弄得我們家裡亂了 我不想阿南傷心多一次 阿都夫人, 你請你放心 阿敏這個女孩子真是一頭的 就算用顯微鏡 也看不到十分之一的缺點 你真是放心 好姨, 我問你了 你現在覺得你坐的椅子舒不舒服 舒服?不知道多舒服 其實這張椅子很硬 怎麼會坐得舒服呢 真的不找你賣廣告浪費了你 其實這個女孩子 雖然不是甚麼名門望族 不過是大學畢業讀過書 很有學識有教養的 他甚麼出身呢, 我很清楚的 不過我覺得要親自了解一下他 那我心裡比較安心 那你想怎麼樣了解呢 好不好安排你們吃飯呢 那不行 有備而戰是不會看到人的真個性的 我知道在家裡開一間茶餐廳的 善姨, 這件事就要找你幫忙了 我社工學在這個學位 是我考到掌學金工讀回來的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社工 最重要是公有並重 對於他工作上要幫助的人 要有內心和愛心 我畢業之後第一份工 就是在釋酬協會裡面做社工 第一個接觸的釋酬 就是一個二十歲的女讀犯 而最後一個幫助的釋酬 就是一個眼科醫生 謝謝你, 靖 怎麼樣, 行不行 行, 沒問題 那你先回到車裡等我吧 好 謝謝 那份稿一出, 我先讓你看了 然後就應該在下個星期的 職業女性專欄那裡出的了 謝謝你, 阿姨 其實謝謝你 幹嘛, 靖, 你不舒服嗎 可能很緊張, 有點胃痛 不好意思, 弄得你胃痛 傻瓜, 我開玩笑 我一向有胃病 我去拿一杯奶喝就沒事了 不是, 胃病這件事可大可小 附近有一個我看開的醫生 我跟你去看 不要, 那麼麻煩 你還有這麼多事做 你不去看醫生, 我不走的 怕了你, 那好吧 走吧 我說沒事了 醫生說我有點胃痛 靖, 你一個女孩子 吃東西要小心點 你真是想關心別人 那身體健康還要嘛 你是不是怕我有病 參加不了你和阿楠那個世紀婚禮 電梯到了 聽醫生的話, 知道了 來, 爸爸, 你那條大眼雞魚 世伯, 我是阿楠的朋友, 石敏 別管這些地方看醫生 人雜, 知道了嗎 你聽到胎不知道怎麼辦 爸爸, 你真是疼我 是呀, 你是我女兒 我怎麼會不疼你 是呀, 星期六 你陪不陪我去做乳產運動 陪, 就算特首約我, 我也說了 爸爸, 你這麼疼我, 我也很疼你 乖 阿楠, 阿楠幹甚麼? 沒用心的 不是堅持小米一會兒就沒用心嗎 不是 敏仔 阿敏來了嗎? 阿靖呢?又坐 原來你們回來了, 人齊了 那就吃飯了 好, 讓我看看財經 看看英寶今天走勢如何 阿敏 阿睏 阿督阿爸今天有事回大馬 我想這個星期六晚陪我們吃飯了 龜拿督上線少了 是呀, 梁哥 你怎麼說你老多阿爸飛去大馬呢 那些錄影啊, 今天早上錄的 龜拿督可能下午機吧 是呀, 這是錄影 我去廚房幫忙 阿敏 幹甚麼? 死人福啊, 最壞都是你 看甚麼電視, 你買了很多英鎊嗎 電視又不是我開的 不過, 海狗繞得不錯, 繞得不錯 你不用繞了 今天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我跟阿敏才見過阿阿督 阿敏今天見過阿阿督的爸爸 胃痛, 阿敏陪我去診所 剛好遇到阿阿阿督, 你的妹妹去覆診 阿敏叫拿督, 眼眉也沒有瞎他 來, 吃飯… 阿敏, 我幫你, 你過去坐吧 阿敏, 我幫你, 你過去坐吧 阿敏姐姐在這裡坐 阿神, 阿敏, 我幫你剪 好, 我幫你剪 阿敏, 坐 佩佩人, 姐姐過來幫你剪 一天都是你, 為甚麼同體的醫生 阿敏, 你餓不餓嗎? 剛才你也沒怎麼吃東西 不如我陪你去再吃點東西 不用了, 我也不餓 好, 那不如聽聽歌 我還是喜歡聽我的舊歌多一點 喂? 你在哪兒?找你整天都找不到 快點回來吧 我現在馬上問回家 一會兒就回來了 這麼低層次的女人, 何必送? 求人給你幾百元坐的士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你時間很寶貴 一分鐘等待他再一個月了 我不說那麼多了, 很快就回來了 阿敏, 我送你上去 不用了, 現在還是很早 你回去工作吧 阿敏… 阿敏, 對不起 我知道我不應該說謊 阿敏, 其實…其實阿敏阿敏在香港 我讓他心情好一點 再去和你吃飯吧 阿敏, 我跟你也知道 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不如趁我們的感情沒有那麼深的時候 我們做回普通朋友吧 我不會讓我們把我們冷靜 稍後才不休只是說更加 Darren 阿敏, 我よろしく… 阿敏, 你是否說我要渺人 阿敏 阿敏, 你本來是否說 阿敏, 你不是說… 阿敏, 阿敏 阿敏, 你好了嗎 阿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分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套衣服 我已經給你改好了 你有沒有嘗試它 你嘗看你 老家這臀是什么 外表好熊 我竟然是那时候 可我想ización Whatsetical 報惦, 你們吃事 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我先弄三文字吃 你知不知道他們有甚麼事 我也不知道 不過按照阿楠這麼好 我看沒甚麼事 耍花槍而已 我沒看過 對了, 黃叔黃嬸回鄉了 表嫂又說介紹過同鄉來幫忙 是呀 表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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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走來了, 斯文, 走得慢 好了, 到了 老婆 老婆 我姓石 這是我姐姐, 你叫裙姐 裙姐 你又怎麼稱呼 她是我親戚, 她叫… 叫我順嫂呢, 每個人都這樣叫 順嫂 你上來, 來了 是呀, 這個是敏小姐 敏小姐, 我先上班了 謝謝 我八位 謝謝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